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维仁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有注意我们昨天的报道的话呢 就知道昨天中国教育部发布了 2019年的第一号留学预警 在隔了一天之后呢 中国的外交部 文化和旅游部也提醒中国游客 近期要谨慎 要前往这个美国旅游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画面上的就是在 在最近这短短几天之内呢 中国的不同的部门 在贸易战的底下 有什么不同的动作 最新的就是外交部文化旅游部 提出了赴美旅游的安全提醒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室厅的副主任 也就是他们的新闻发言人 郁建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近期美国枪击 抢劫 盗窃 案件平发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中国游客 充分评估 赴美旅游风险 及时了解 旅游物的地 治安 法律法规等信息 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确保平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 遇见他就说 以外呢中国的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的使领馆 也是要提醒中国的公民和在美的中资机构要提高安全意识 并且提醒呢如果有任何的紧急的情况呢可以与中国的驻美使馆寻求联系和协助 一样这个警示呢也是到今年的年底 2019年的12月31号 而外交部的领事司副司长 陈雄峰就说 主要的原因呢是很多中国的公民 他们都会向中国驻美的使馆反应 入境美国的时候 或在美国境内的时候呢 被美方执法的机构 无端的盘查和骚扰 虽然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表示关切 但是呢情况似乎没有特别的好转 他说就有人问到了 这样子的提醒呢 是不是会对两国人员的往来造成影响呢 他就十分的迂回说 希望情况可以尽快得到改善 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他也说 这样子呢 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要的发展情势 不过是形势使然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性的话 中国也不会这么做 这完全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该要做的事情 他继续说 中方跟这个美国之间的人员 正常的来往 正常人文交流 还是保持一个积极开放的态度 但是这个应该要建立在 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昨天 昨天教育部发布的第一号留学预警 到底是会影响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呢 没错 昨天就在昨天我们做了一期聊天室的节目 我跟卓贤讨论了这个问题 就在昨天呢 这个中国央视CTTV就报道说 中国教育部发布了 2019第一号留学预警 提醒广大的学生和学者 需要在留学之前加强风险评估 增强防范的意识 做好相应的准备 那中国教育部表示呢 一段时间以来 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呢 受到了限制 周期延长 有效期缩短 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 对中方留学人员赴美学习 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 而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讨论过多次了 就是各种签证被check呀 在中国停留了超过三个月以上啊 种种都做过很多期节目 而且这一次啊 也是中国教育部自2003年 建立这个留学预警 发布机制以来 发出的第63期这个预警 所以可以说是今年最新的一期哦 没错 所以到底我们要回到这个外交部 跟文化旅游局 他们说美国很危险这件事情 到底是有多可怕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 在微博上面的图 可以看到呢 这个 上面就说了 美国芝加哥周末发生超过50起的枪击案 已经导致了44伤 表示这个美国的确在这个周末呢 发生了非常多起的枪击案 而且如果关注美国新闻的观众朋友 可能也会知道 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在维吉尼亚的海边 也是发生了这个枪手在海边扫射的案件 所以枪击案的确 在这个周末是发生很多起的哦 不过就说到了枪击案 你听到就是周末在芝加哥有50起枪击案 然后维吉尼亚海边发生枪击案 你第一个反应是 其实芝加哥这件事情 我们先说这个维吉尼亚海滩 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案件 这个随机杀人案件一个扫射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可怕 当时我也是第一时间做了报道 但是其实芝加哥这个我们知道 8死44伤50多起这个枪杀案 其实在对于芝加哥来说是比较平常的 是不夸张的说是确实是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发生几十起这种案件 尤其是在美国黑人比较多的城市像一些巴尔滴摩啊 像贝城啊像芝加哥确实都是比较乱的 是这个这些数字其实我们听起来的确是觉得很 听了很可怕 听了实在是会觉得 是不是走在路上都会被榴弹扫到这样的感觉 不过的确美国的治安 如果就是在这个枪支 还是合法的一些使用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枪击案的确是不时的一直在发生 但是这一些我觉得这一些枪击案 比如说发生在芝加哥 因为芝加哥的范围很广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发生在比较乱 真的比较差的区域 一般华人是不会去到那个区域的 如果你避开这个区域 其实如果是市中心的话 比较安全的去的话其实都还好 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夸张 是这是50起听起来的确是很令人感到很可怕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很难过的现象 就是美国其实治安基本上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要说是不是在短期之内有很严重的恶化呢 其实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的外交部和文化旅游局发布了这些警告之后 网友们他们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的 所以大部分的网友呢就说明白了 一定是会绝对的遵行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就都是说这个提醒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公民出游一定要有风险的意识 都是表示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发言是绝对听从的 而且现在啊就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啊 有谁去美国旅行啊旅游啊 有一些网友啊就他就会说 你不怕被扫射吗 你不怕被枪击吗 只是大家已经根深蒂固就觉得在美国是很可怕的 就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我记得其实我之前还没有到北美的时候 当时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案例 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好像在美国要问路 所以他就就是看到旁边有一个这个住家 他就走了进去去想要问路 但是呢在美国就是你只要是我家的境界 你只要进来的话你就是侵犯者 那很多人他们都是有枪支可以自保的嘛 所以这个日本人当时就被就是被这个屋主给射杀死了 就是的确是文化名情非常的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哦 那所以其实我们刚看到大部分的网友 他们的结论都是很可怕 而且很多的网友他们是说 现在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纷争之下呢 其实带来的影响哦 已经是像这次的事情呢 就已经是实质性上的 在生活和工作层面都已经开始显现了 所以就表示这才是中美贸易真正的测试 那有人认为感觉好像有大事发生 我不知道这个大事他指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预测 那我们再看看还是是不是有其他的评论呢 就有一些留学生他们是的确被影响到了 就是表示呢看到这个声明是十分的焦虑的 而且有些人他们的确是准备要去留学 也不知道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直接的影响啊 没错这确实是一大的隐患 很多留学生因为目前的经贸战啊 或者是这一些警告啊导致美国成为他们不是第一首选地了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 好像其实现在英国已经变成是他们第一个选择 也许已经不是美国了 那我们再看还有人说就是其实中国很大 不然在中国玩就好了 那还有人就是说现在打贸易战就不要去美国送钱了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官方的发言呢 大部分的中国民众是保持一个十分支持的态度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美国这方面的媒体 他们是怎么报道这些案件的呢 不是这个案件啊这个发展 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十张图可以看到呢 这是南华早报的英文版 他其实说的十分的平铺直述 就是说中国提醒到美国旅游的这些游客 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安危了 所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绪在这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媒体的报道 下一个媒体应该还有一个是Bloomberg的报道 那在Bloomberg之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他报道的呢 这是Associated Press 就是也是平铺直述的 表示中国和美国现在 就是中国游客到美国呢 是有非常多的警讯 希望他们不要到美国来旅游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也是十分平铺直述的 就是中国他们在警告中国的游客 不要到美国去旅游 那接下来应该还有一个媒体 这个呢就是彭博的报道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标题上面 frequent shooting 他的frequent上面 他用了这个quitation mark 意思就是说有点在反讽的意思 就是说中国他们现在警告 中国的旅游游客不要到美国旅游 是因为有很多的枪击 他们觉得呢这个很多 为什么现在才把它提出来呢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 基本的治安情况就是这样 目前并没有特别恶化的状况 所以要以这个当做一个原因来 是不是到时候可以把这个中美贸易战 所有的谈判细节 真的是让他尘埃落定 谈到了一个一个deal呢 这都是大家是分关注的 所以在G20之前有这么多的风波 也让大家开始有点担心 到时候贸易战的谈判 是不是又会有一些变数 那就如果想要赚中国游客的钱的话呢 很多的美国的旅游商 他们其实现在是蛮担心的 就有人说如果真的要 继续赚中国游客的钱 与其在美国这边坐以待毙 还不如就直接前往中国 去赚取游客的钱 我们来看一下CNBC 他们访问这个在旅游业的 美国的代表的一些发言 我们可以刚刚非常简短的 访问当中呢就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现在有许多旅游业的 这些业界的人士呢 他们认为现在其实前往中国 去赚中国本地游客钱 是更有效率的 刚刚我们就听到 就是像这位旅游界人士 他就说他们在中国呢 有60多间的饭店 其中原本大部分呢 他们接待的都是 从外国到中国旅游的外地的游客 不过他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呢 不但他们的饭店的数量 会增加一倍以上 而且他们也会认为 从原本就是一半以上的外籍的游客 也会慢慢更多的是 中国本地的游客 所以其实到美国去旅游 到底是不是很危险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目前其实大家在 如果说人不在美国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难讲 我们自己住在美国的话 居然会被家里告知 或说千万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对 对因为确实人多的地方 比如说前几年的 Boston那个马拉松 发生爆炸事件 包括很多一些聚集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也发生一些恐怖事件 所以我确实是不太感觉人多的地方 包括跨年的那个大苹果 对 对而且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对纽约熟悉的话 就知道所有的各大景点 像是Penn Station啊 或是这个就是911的Memorial 或是到中央公园 或是到中央车站 其实在这所有著名的景点 都有看到非常多真枪实弹 站在旁边的这个警察 所以其实在纽约的确是 我们看到的的确 这个在各大景点的这个戒备 是十分的森严 没错 我最近刚好也是 有亲戚朋友来美国玩 然后陪着他们玩了几天 确实他们在来美国时候呢 要做很足很足的功课 比如说你的酒店要定在哪一个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定在比如说 提到的一些危险的区域啊 比如说在那个纽约的话 就不要住在泰 布朗斯那边 就会比较 校尾比较 太北 就是华人比较少的地方 还是住在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是住在美国啊 其实很多地方还是会觉得 就自己在这边住那么久 家人都还是会担心 就是如果人多的地方都让我们希望可以尽量的避开 对 然后晚上太晚还是不要出门 对 其实在哪里不危险呢 这种东西很难讲啊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运气这种东西是很难说的 不过如果在比率上来说的话呢 还是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的确是有很大帮助 你刚刚提到那个芝加哥不是枪枪枪杀案吗 对 我有一个app叫做citizen 就是一个就是经常能提提醒发送一些你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故的一个案件 就是报警一个软件 然后呢 我在我住的地方呢 基本上是一两个星期都不会提醒一次的 就是还蛮安全的我住的地方 可是我去芝加哥呢 基本上就一个周末就叮叮光光叮叮光光想都不停 就哪里又有持枪的人抢劫 哪里又有被骚扰 哪里又有什么其他的事件 所以他是如果有这附近有什么发生什么案件 他会及时的提醒你 没错 我还不知道有这样子的app 我只知道我当时在找我要住的地方的时候 纽约他就会有一个crime map 就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地图 然后如果你这个地图是很红的话 就表示这附近发生了非常多的枪击 或者是这个谋杀案 那就如果说你想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呢 就是颜色越淡的是越好 所以这个在对于纽约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 我觉得那对于找房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 没错 所以我们就来看回这个贸易战当下呢 外交部他们这种外交手段是非常多的 这个旅游警告呢 其实虽然说今天是又发了另外一波 不过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发过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警告了 在去年的6月28号的时候呢 中国就已经发布了赴美的旅行警告 表示呢美国的治安状况不好 而且有很多的抢劫和枪击切刀案十分的频繁 在这之后呢 美国也马上了就回进中国一个旅游警告 不过到今年的年初其实才是这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三个国家非常的滥用这个 应该不能说滥用啊 但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不停的在发放这个旅游警告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美国国务院他1月3号对中国发布的旅游的警示 当时呢是把它更新为是第二级 是表示是这个Exercise Increased Caution 提高警惕 表示北京当局随意执法 所以到当地的美国国民呢 需要加强的防范 而其实美国到外地警示的制度有四级哦 第一个是Exercise Usual Precaution 就是普通 只要用Common Sense就这个小心就可以了 第二级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提高警惕 第三级呢 是重新考虑 就是他希望你可以在出发之前重新再想一次 希望你不要去 而第四级呢 就是不要前往 表示是十分十分危险 主要你要去的话呢 就一定有可能会有生命 受到威胁的这个风险 那除了美国之外呢 加拿大政府呢 也是在今年的1月14号 对中国发出旅游警示 当时呢 也是把它维持在第二级别 那我们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他最后一次update是5月29号 那到今天6月4号 还是一样 对于中国的旅游警告是维持在第二级 主要的原委呢 就是中国在这个1月14号的时候 判谢伦伯格 也就是一个加拿大籍的公民 说他在中国走私毒品 所以要判处他死刑 为什么当时要判处他死刑呢 其实就是因为 加拿大政府温哥华的海关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逮捕了华为的这个CFO孟晚舟 所以当时在一连串的这个外交手段当中呢 谢伦伯格他的这个案件就被重新拿出来审理 并且被判处死刑 所以加拿大在1月14号发出了中国旅游警告之后呢 15号中国外交部的领事司也对中国公民赴加拿大发出旅行警告 当时他们说的就是呢 近期加拿大发生中国公民 也就是说孟晚舟被加拿大执法部门 以第三国也就是美国 要求唯有任意的拘押事件 因此呢 就是提醒中国公民尽量不要去加拿大 所以其实这个旅游的警示呢 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中国这三个国家 最近都是一直不停的 像是丢来丢去 这我们可以看到 看上是一种关系变冷的一种象征 对的确尤其是加拿大和中国现在的关系是 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 算是因为孟晚舟案 还有这个中美贸易战 因为一个夹心饼可以说是到一个冰点了 那可是呢 从这个中国赴美的游客也是已经跌到 第15年来是首次的下跌 这是一个最近的报告 表示从2018年 美国国家旅游局的报告显示呢 2018年赴美的中国游客减少了5.7% 低为290万人 这次的报告 其实在过去十年 为什么大家图上看到有那么大的增长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游客赴美人数增长的原因就是收入增加 还有长途航班越来越多 所以更方便 还有签证放宽等等 但是在现在这个签证我们昨天报导过签证似乎是收紧之后呢 相信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2016年和2017年每年会有超过300多万的中国人赴美旅行 在目前呢 中国人是在赴美旅游的外国游客当中的第五大群体 不过呢 在这个摩擦之下呢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留言哦 就有中国的民众表示也不想到美国去旅游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要给美国经济来做贡献 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现在对于到美国留学或到美国去旅游 他们还是是有这样排斥的心理吗 会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网友他说简单的把这个贸易战认为或者是去美国旅行是给美国送钱这种是有点 这个想法有点简单了 贸易战不仅仅是我们不要买美国东西啊 我们不要干嘛干嘛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国家更强大 这种想法是比较单纯的 是 那我们就刚才其实杨阳你跟我们讲过这个留学的预警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们可以再来看一张图哦 这个图应该是第25张图 这就是在3号的时候的这个发布的数据 就表示呢在2018年去年计划 其实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的这个时段 一个是2018年一个是2019年从年初到现在 所以这数据是不完全一样的 这个签证啊都要让你提交五年内的社交账号 这个太夸张了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昨天我跟卓先生也看了一下大概那个list里面有哪一些社交网站是你要提交的 包括微信微博这些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是有的 就是这个中国的教育部昨天就说如果就是你要前往美国啊你的签证你申请的这个原因一定不要撒谎 这个其实的确是真的 我朋友他 他就想要花就是花个小聪明 他去美国想要做个短期的工作 但是他就申请旅游签证 那当时呢在要入美国海关的时候就被海关觉得 就是通常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年轻人单身女子 尤其是他们都会对你非常的有怀疑心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单身就长得漂漂亮亮的话 你可能是想要到美国就跳机 然后找一个美国的男人嫁了 就他们会觉得大家都想来美国嘛 所以这可能是你的目的 所以就对他很有起疑心 不过他自己也是有点作赐心事 就被他把这个iPhone啊iPad全部拿出来看 就看他这个里面的所有的email记录 还有的确他就看你的脸书的记录 就知道说原来你要来这边做的是一个短期的商业行为 所以当下马上就被拒签 而且就是大概五年之内真的是不能回到美国 所以这个后果的确是很严重的 而且五年之后呢 你还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就是 从这个黑名单当中被移除 我相信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在这个黑名单上面 可能每次只要入境或是过境美国 都会被叫到那个小黑房里面去问 确实是听说是只要你进了一次以后 每次都要进小黑屋 对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要到美国旅游的话呢 一定是要特别小心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明镜聊天室 不知道您对到美国旅游有什么看法 或是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困难刁钻的情况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互动 也请您订阅我们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维仁 我们下次再见